但是你只有不安吗 他要查实实际状况 国际间已经有很多的调查单位 包含像国际刑事法局 他们已经去查了 你这个讲话就是不痛不痒 网易的讲话就是说 我们去用两边坐下来谈 谁不知道坐下来谈 那我认为是你中国扮演什么角色 你看中国的媒体 他的宣传他的教育都说什么 他说俄罗斯是受害者 对然后他说 而且说他不是侵略者 是乌克兰挑衅俄罗斯 俄罗斯被迫出兵 出兵有礼 对而且他们认为 是泽伦斯基他就是一个叛徒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员 他们现在都在看一部纪录片 纪录片在谈什么 就是普丁是一个民族英雄 他是一个硬汉 然后他带领了俄罗斯去对抗乌克兰 然后他们的大学教育 说老师要教育学生 对这场战场的正确的认识 就是要把这个战场说是一个圣战 俄罗斯是一个圣战 黑的说成白的 对黑的说成白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国内目前是如此 而小粉红也完全听信这一套 所以我不需要讲 就是中国他表面上 好像要故意做的是客观 但实际上他内部还有他的作为 完全是跟这个俄罗斯站在一起 我请问一下 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 到最后里面的英国 法国包含这个美国 他们一定会站出来谴责普丁 甚至要把普丁送到国际法庭的时候 请问你中国知不支持 你中国会投下赞成票 还是你投下否决票 因为常任理事国是有否决权的 所以你可能一票你就否决了所有的定案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看中国你的态度了 如果你还是站在俄罗斯那边 那你就会变成是普丁的帮助犯 普丁是战犯已经是无庸置疑了 这一次这个忠孝 是他的意思还是普丁的意思 我认为很大可能是普丁的意思 因为他就是要用这个方式 来虐待这个所谓的乌克兰的妇女 所以那个布查屠夫其实是背锅 当然他也是下令 到最后必要的时候就找你来扛锅 这个有够讽刺 这个布查屠夫真的有够讽刺 他还是东正教的一个信徒 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历史会证明我们是以灵魂作战 我们不以武器作战 结果你在那边屠杀平民 叫做以灵魂作战 他这个目的是干什么 难道真的是杀平民来给乌克兰人看吗 给金人看吗 还到这个教会去祈祷 然后接受这个主教的祝福 给他示福 他参加多少次战役 一个这个忠孝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性 我搞不清楚 如果说你两军作战 你去打对方金人 大家还想说这是战争 你现在去屠杀平民 然后你说是以历史会证明 以灵魂作战 我相信他逃不了这个历史的制裁 不管他是被牺牲了 被暗杀了 被什么堵死了 将来会还是历史会把它掀出来 因为你这个部队 你这个机动力 还有士兵活着 一定会作证 当时是谁下命令 我们屠杀的 就算说你自己没有动刀动枪 但是你命令一下 你底下士兵开始这样杀 也是证据 所以逃不了的 我们当时在研究说 他会不会被派去前线 一个炸弹打下来 他死掉了 我相信将来这些政绩 慢慢收集齐全 你只要看中国的态度 你就知道 布查大屠杀的真相 你只要相反的看 他越讲没事 越讲掩盖 就表示确有其事 如果当时中国也出来 讲说这个我们要调查 这样不行的话 那就表示说 还有一点疑问 如果你驻联合国的代表 都讲没有事实政绩没有什么 那表示这是确实的 就是有这个大屠杀 对的确我们看到 有太多的这种 俄国的坦克部队 一再被乌军所猎杀 这个最新的画面 他又出现在大草原了 然后又跟乌军这么的接近 完全浑然不觉 然后又让乌军近距离 用火炮把它摧毁 所以看到乌军的 这种灵活的战术 美国的参谋首长就说 台湾应该要学习乌克兰 这种战术 另外还有一个最新讯息 就是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有可能访问台湾 乌军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讯息 他真的要来台湾吗 那来台湾又要传达 什么样的讯息 第一个他有没有要来台湾 我们以美国的国务院 跟美国的众议院宣布为准 这个是今天在日本的 富士新闻网所揭露的 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一点 台湾外交部门 包含我本人 我们没办法去证实这个事情 这个基于外交的礼仪跟外交的惯例 这样子的访问通常要两国有默契 那我们也尊重美国方面的宣布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要去日本是确定的 也就是在 我们先讲裴洛西他的重要性 在民主国家国会议长是很重要的 总统副总统下来的继任就是他 排序是很前面 台湾也一样 就是民主国家民意选出来的国会 在民主国家是一个民主的象征 因为他代表人民监督行政权 那Nancy Pelosi呢 担任这个众议院议长 一般推测 这可能是他任期的最后 那执政党呢 也是民主党 拜登是民主党 裴洛西也是民主党 所以他是执政党的国会议长 所以在国会的法案 预算各方面 他拥有的权力 当然就会更大 那Nancy Pelosi 他以往到现在 他是重视人权 自由 对台湾支持 在立法的程序上 也不遗余虑 所以很多人说 他是要来 我今天看到有一些 可能是中国跟台湾特定的 在带风 像说 哎呀 他要来这边捞一些政治好处啊 人家已经任期最后 他不用捞政治好处 或者有人说 他又没有支持过台湾 这些带风是要误导台湾 事实上 Nancy Pelosi对台湾的支持 是非常强烈的 那回答中间的问题就是 他如果来台湾的话 他意义在哪里 因为现在传说 好像他韩国不去了是不是 说要改来台湾 我们都不能替他宣布这个事情 就说他一定会到日本 而日本的富士新闻网 根据他们掌握到 日本外交不要接待啊 接待从来到走 走飞叫飞哪里啊 那飞韩国跟飞台湾的方向 一定不一样嘛 所以根据日本的富士新闻网说 日本的下一站就是台湾 那是或不是 我不能证实 我希望是 那如果他是的话 就有三点意义了 第一个 这是25年来 第一次美国在职的国会议长来到台湾 上一次是李登辉时期的 这个精锐器 他是 那个是1997吧 199796的时候 很久了 很久很久以前 那时候的时空环境 还有那时候中国没有现在这么强 完全不同哦 1996年97年的中国的军力跟经济 跟国际影响力跟现在不一样 所以这一次来的压力 或者对抗压力的勇气会更高 那第二个 有人说那个Paul Ryan曾经在2019年来过 那次来我有陪到 Paul Ryan是当时是众议院议长 卸任后才来 所以这一位Nancy Pelosi的来 他的意义是25年来 首次也是代表美国民主机构 最高的代表性人物来到台湾 第二个他来台湾不会一个人 他是做行政专机 他的团里面有谁 如果有来的话 我一定要讲如果 如果有来的话 这一团的成员会非常有意思 我只能说到这边 他的一个议长带来的是哪些人 哪个委员会 参议院有没有人 国务院的官员是谁陪同 就像我们台湾的国会议长 如果我们游锡坤院长 要到某一个国家拜访 你外交部要不要人陪着 就是说陪同的人 这是第二个 他代表的是不是安全 经贸各方面的意义 第三个 平常来这就是大新闻了 何况在俄乌战争后 中国拉高对台湾威胁的调子 习近平在今年的10月20大 他们的人20大会 要准备当皇帝 第三个五年任期 在这么敏感 对台湾高威胁的当下 美国民意机关的最高代表人物 带领的一个团 如果来到台湾 他代表的台美关系的升温 对台的支持 那当然是对他们非常正面的好消息 对 那他到日本要谈的可以做台湾的参考 日本的岸信夫防卫大臣 国防部长 在三天前曾经公布说 他接受访问 他说日本必须从这次俄乌当中 学到三个教训 要像德国一样调高国防预算 我听说他们要调高一倍 第二个 原来他们已经改变战略 要采取所谓的敌方源头打击 那个对日本来讲 都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 那岸信夫之前 他的哥哥安倍 在前首相提出一个说 不只要源头打击 还要有能力 击毁敌方中枢 敌方的行政或军事中枢 那岸信夫也说 这是一个值得 讨论研究的课题 那第三个 岸信夫讲的 他说 日本必须建构一个 阻止中国侵犯台湾 让台湾周边有势的军力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佩洛西来到了日本 有关区域安全 俄乌战争 中国在印太地区的 扩张主义的威胁 一定会讨论 那如果 如果他真的下一站是台湾 这些议题 会带出什么样的讨论 跟合作的议题 我认为这对台湾来讲 是历史的一刻 再来关心国内焦点 年底的县市长选举 国民党为了桃园市长的人选 真的是搞到党内大乱斗 侏罗两个人都为了鱼死网破 现在两方正是争执不休 来晚 现在看起来 朱立伦是怎么样 是面对的是罗自强吗 还是背后的战斗兰 朱立伦是桃园前市长 他在那边当过县长 所以对桃园的了解 朱立伦一定远远大过罗自强 朱立伦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党主席叫做 要抗起来 所以一个了解桃园的人 那他也了解不管这几个立委 李毅林啊 鲁明哲啦 这些啊 不管哪一个 或者这个议长 邱义胜 他都认识 所以朱立伦对罗自强 结论只讲两句话 你很弱 你不行 第二个 大家讨厌你 他大概就讲这两件事情 他引述了洪秀这一句话 就是说 战争太勉强没有办法 大家不想要你的地方 你硬要去战 没效 意思是大家不喜欢你 你的战力也不强 就不要玩了 我就告诉你不要选 你硬要选 那罗自强这边呢 本来就 本来要宣布 停了七天又停了五天 反正他后来宣布要选的时候 现在变撕破脸 昨天晚上深夜 他晚上上节目 然后呢 今天又宣布一个计划说 好啊 你说我弱 因为你可以不让我选 你现在说我弱 我这辈子要到哪里玩啊 他就是要找了一百万的 所谓的抖音的TikTok 要证明他强 那这里面几个事情 他又来了 那一百万按赞的人 我就觉得有趣了 第一个有趣就是说 事实上以罗自强来讲 他当时刚选上市议员 隔三天吧 就宣布要选总统 他曾经说过 他的脸书按赞超过百万 他就要选台北市长 都没有啊 你现在在拿个TikTok 说百万证明什么呢 何况里面 如果把僵尸也算人的话 那就算你一百万好了啦 那现在就是说 而且TikTok 已经在美国或者台湾 早就有资安疑虑